現在數位生活,不管是3C設備還是4C設備相當的多 不管是相機,還是手機,然後硬碟,還是我們的行動電源 錄影的設備、行車記錄器 甚至於所謂比較高單價的CPU跟記憶體這些 那這些保存有沒有,現在沒機結到了就是一個很痛苦的 加上說因為數量一直增加 這種防潮箱,一般家庭隨身攜帶的小型防潮箱根本不服使用 那台灣熊子有這麼多的設備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想到一個最簡單的方法來抵抗現在的梅雨季節 那最簡單當然就是防潮箱囉 那防潮箱的選購的話,我想大家都知道最主要就是看自己的容量需求 那台灣熊現在選擇這一款的防潮箱,它的型號是D70CA 那D70CA的話,它的相似的型號有所謂的FD70CA 那兩個之間的差別的話,就在防潮的顯示數位儀表板上的差別 儀表板的差別 然後再來的話,D70CA跟D70C的差別 就在於說托盤是一般的托盤或是抽屜式的托盤的差別 在我們開箱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那在開箱之前,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這些3C、4C設備的保存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有些人都以為說 東西放著,電子設備放著是不會壞 其實不是的,如果有一些電子設備它沒有經常在使用 那會建議你在平常的時候,一段時間拿出來充電 就好像活化它一樣,它這樣可以保持它電池使用的效益 也可以讓整個手機的運作是確保以後你要用的時候 這可以真的能夠使用 然後像硬碟也是一樣,不要以為硬碟沒有通電 它放著都不會壞,資料不會消失 其實一段時間之內的話 你就要把你的重要資料放在機器上面去讓它跑一跑 因為它中間裡面外面外側還是有電路板這些東西 然後跑過之後,然後一段時間讓它運轉 然後之後當然就是等它降溫之後把它收到防潮箱裡面 那我們現在接著接下來就是直接做防潮箱的開箱 開箱其實真的很簡單 就是一把美工刀,那當然就把它切開來囉 小心不要切到手是最主要的 那當然也要留意一下它這裡有標明哪一面是正面 然後哪邊是玻璃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打開的時候上面的包裝是這樣子 就一樣把它拿出來 這就是所謂抽 放這邊好了 放這邊好了 好喔 好喔 來喔 接著 在取出的時候 要嘛就是要撤倒 不然就是要像這樣子 稍微把它給固定住 或有另外一個人幫忙 然後這時候我們機箱用對角的方式往上插 基本上來講 它重量其實可以 如果說一般男孩子的話 不然像這樣子直接拿出來是沒有問題的 方便待會有收納 我們就先把它放到桌上來介紹 剛剛提到就是說 有F跟沒有F的差別 其實就是這個儀錶板它的差異 然後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兩個板子是不一樣的 一個直接就是一般的承擺 一個是有一個稍微凹槽的像抽屜一樣的一個承擺 那這就是CA跟有A跟沒有A的差別 這裡面其實有告訴我們 就是說一個承擺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安裝的方式 那我們就把它給安裝進去 就可以使用 那也可以看得到這邊其實都有滑軌有沒有 這個都滾輪的方式來做導引 除了剛剛那個層架的手冊以外 這邊的話 沒有 你可以看到它有它的使用手冊 然後還有鑰匙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裡面有沒有 它的長相 一般的層架就是直接這樣子有沒有 裡面把它給扣住之後 按照你所需要的高度來固定它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這個的話 它的安裝方式 是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但是因為它這邊的說明 其實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就把剛剛那個兩個顏色價格 做橫向的固定之後有沒有 就可以把這個抽屜頭盤給它放進去 好 開箱其實我們就到這邊 因為待會要裝這些索碎的東西 就由台灣熊自己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注意一下就是說 看一下店員的部分 記得這個防潮箱不要太靠近牆壁 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有開關的設備 然後不要讓我緊貼的牆壁 就稍微留一點點小距離 然後再來的話 底座這邊這個螺絲 它的底座是可以調整的 你如果一段不平的時候 這是可以旋轉調整 條件高地的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它使用的就是 我們一般家庭的110的用點 所以千萬不要插錯 它這邊的話 著名的就是110伏 然後50到60赫子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記得千萬不要插錯了 然後剩下的部分就讓台灣熊自己收 OK 開箱就到這邊囉 好 當我們先開始煮詢了 就會變成的